隨即時間 去深圳 在夏沙KK1 玩了三天兩夜 吃了不同的東西 亦有玩到teamlab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去哪玩 31號 我們去了夏沙站 這個叫做KK1商場 我們住在隔壁 有間叫做 賓河時代公寓 今次我們就試下住公寓 價錢大約600多元 剛才旅遊租房 這裏就是一間公寓 分別有兩間房 每間房都有張超大的商人床 這裏就是洗手間和浴室 這裏就是第二間房 這裏就是浴室 這裏就是浴室 有些毛巾和疏洗備品都在裏 這裏就是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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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是KK1商場找食 KK1商場 都一個不大不小的商場 但是 都有好多店鋪 餐飲茶飲店的選擇 有萊雪 我們去了就叫做白玉串城 好出名的蒜燒店 食一個串燒 裏面的價錢都不貴 大約5-6元到1吋 5吋就起飆 即是20多元到每一份 選擇都好多 最推薦就是鰻魚串 我覺得最好吃的 爽口蛋 另外也會有些海鮮 可以食的時間已經是下午4點 所以其實呢 是算一個早飯 還有來講呢 避了午市和晚市 好多人排隊的人潮 所以都是不錯的選擇 它的價錢都不貴 都幾親民的 一坐下他就給了三包粉 我們 有芝麻粉 香辣粉 還有特辣粉 有三包粉 大家可以按自己的味道 來用這些粉 是一個自助旋轉轉的燒烤肉 所以其實我們放些 肉串下去 這樣就可以去自己轉 八合里牛丸 這個就是 八肉串 還有就是萬宜串 這裏 阿仔阿女都玩得很開心 這裏 放上去之後他就自己會轉 我們只要卡在那個洞 大家看看 肉串就可以自己串了 我們就可以繞上雙手就等吃了 而且價錢真的不貴 大家看看 好快就已經可以吃了 而且是真的用炭腦來燒的 燒好的肉 可以放上上面 一來可以保溫 二來就不會妨礙自己 可以再燒其他 吃完之後呢 串串就可以放下去 這個就是茄子 這個呢 比較辣我自己覺得 再來第二輪 餐廳環境就是這樣 食物質素都不錯 而且他因為自己轉 就不會容易燒焦 隔不中都會有些職員 過來幫我們看看 會不會有些差不多熟 就幫我們放上上面 一來就要來吃的 還有他就有賣過的秋風 我們總共吃了200多元 都已經吃到我們吃過好飽 吃飽飽之後呢 我們就出來逛逛這個商場 這裏有間驚味章烤鴨 我們之後都會吃的 難得這個商場餐廳 又出名又不用排隊 所以來這個夏沙站都頗好玩 前面還有戲院 30號、1號、2號 基本上這些日子 這個商場都沒什麼人 我想都不是一個熱門港人來的商場 所以他都做一些 例如說港人優惠的package 買滿999-100 500-50 也有些扭波波的活毒 吸一下人流 另外有些餐飲券 200-50 所以我們之後吃驚味章 都用到這張優惠券 其實不錯 有些優惠券的話 其實你吃完餐的話 就抵上加底 然後去到一間超市叫BLT 是一間比較高級的超市 沒有記錯應該都是華潤集團 餐廳面積就好大好闊 主要的產品都是一些進口的產品 當然啦 最熱的奶龍一定會有 今期最熱的奶龍產品 我們繼續逛逛 看看商場有什麼 晚上呢 他都有一些 夜繽紛的活動 有些夜市 由於太早 這個是大約6點鐘的時間 所以那些店舖就未開到 2024我內 因為呢 是隨直的晚上 我們呢 周圍逛逛 那些人呢 可以在這賣完小食 就在這坐在這 對面其實呢 就是一條的商店街 小食街 其實呢都好受當地人歡迎 這間呢叫做粒常王 有幾多人在這排這個栗子 咦 麥雪冰城啊 香港排到 瘋了的 那這裏都有間分店 大家看一下 6元7元一杯飲品 所以呢 是比內雪 喜茶的那些便宜很多 主供這個低價的市場 價錢就真的很便宜了 之後呢 我們就 去了對面那個村 因為呢 見到呢 他們好似有個 夜市那樣 那我們儘管就走進去 看看有些甚麼看啦 一個好似年宵的地方 裏面呢 就會有好多不同的攤檔 擺賣不同的精品 玩具 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職場紋身都有 好多地攤的玩具 但是都是淘寶的款式 紛紛下沙圍穿風 晴貴 這個呢就好特別的 他將這些鋼線呢 這樣穿下穿下 就穿了一些 好靚的飾物 和擺設 那當然啦 這些手工 就一定不便宜了 大家看一下 幾美 我想呢 都要幾百元 甚至過千元一塊 來到吃街啦 超多東西吃喔 這個夜市 基本上你在深圳 見得到 吃得過的 不同款式的小食 這裡都會有的 串燒啦 蜂薯塔啦 什麼大魷魚啦 街頭牛扒 烤包子 牛肉粉 全部都有啊 關東煮都有啊 蠔仔諾 走完之後呢 我們就出回去 夜市外面啦 也是當地一些小店的街道啦 夜市呢 真的很多不同款式的食物 我們進回商場 看看有什麼食物 我們都未吃晚飯 這裡呢 見到有間烤活慢的自助餐廳 好像幾好吃 所以呢 我們之後呢 都找了一晚呢 就走去吃啦 這個叫做 蒲醬烤肉和牛海鮮自助餐啦 我看過點評呢 他就有些優惠呢 就百多元一個 但是呢 我們就因為太晚了 就沒有吃到 最後呢 都是去吃酸菜魚的 酸菜魚其實我們呢 就簡單單單 喊個小食評判 喊個酸菜魚 這樣呢 就已經是 好原味的一餐啦 四個人賣單都是一百九十幾元 吃飽之後呢 再走多一陣啦 這裡都有萬寧的 六十八啦 這間呢 就盛香亭轉轉 熱老 之後呢 我們就回回民宿啦 輕輕鬆鬆的一天 來到吃下串燒呀 吃下酸菜魚 逛逛夜市 這樣呢 完成了我們第一天的行程啦 這間民宿呢 乾淨呢 就不算得十分乾淨啦 因為我見到呢 床下底呢 都有很多層啦 有用過的紙巾啦 另外 洗手間裏面呢 會有尿壓尿縮味 還有呢 洗衣機呢 是嚴重流水的 所以的話呢 對今次的民宿呢 我自己覺得呢 就大打折扣呀 除了它價錢便宜 還有兩間房之外呢 它的浴室呢 就 不太好 最慘就是 很重的那些坑渠味 不知道是不是 那些 氣候倒灌 那完成了我們第一天的行程啦 明天我們呢 再去其他地方 吃過玩過啦 拜拜